美儿 是 其实我真的知道你喜欢点凉杯 大家也这么说 今天我煮一个用酒的菜给你吃 姜汁酒 我们一定有姜汁 我们要用绍酒和玫瑰露 我最喜欢 我最喜欢 是 今天我们做一个姜汁酒芥朗牛 对吗 没错 先吃牛肉 买了回来 我们教大家如何切 这里有根筋 这个筋是吗 这个筋是吗 这个是牛柳 这个是牛柳 这个筋会硬 所以我们不要了 是吧 那牛肉呢 很软 我给大家看看 大家看到这个牛是这样纹的 我们就要逆纹切 才不会硬 不会硬 没错 最重要是刀一定要够腻 如果不够腻的话 你切来切来切来切不到 而且要有功力才可以切牛 所以我将这个筋交给你 切块牛肉就很少事 我通常是怎么切呢 因为这样这么软 雪硬 雪硬 雪硬一点才切 又切得薄 又容易一点 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 其实冰掉的牛肉 有一个好处 还是会松软一点 是吗 就是买完新鲜牛 是的 先放冰箱一点 没错 因为才会切叶 对 没错 这个比较难切 所以就交给你了 好 我们只要这样切 放在这里 好 醃了吧 醃了 好 我帮你醃了 加糖 加生粉 没错 油 油 对了 好香 已经 好 生抽 你来吧 你拿来我拿去 炒芥兰姜汁酒 其实是必备的 如果任何一样 都不可以 但还有要必须的 必须的 糖 没错 很多人都不知道 炒芥兰要加糖 牛叶到很漂亮 你看看 是, 看到了 好, 先放在这里 牛不炒 是 先炒芥兰 最重要还要够猛火 牛一定要猛火 牛也要猛火 一定要 没错 姜 先炒芥兰 是 好 待会再炒牛肉 好, 放下去 好 我们现在把芥兰看得到 是 这个芥兰很漂亮 是 那现在呢 先放片糖 是, 放片糖 这些片糖是粒的 是, 没错 如果没有片糖 放砂糖也可以 是这样的意思吗 可以… 好, 现在放一点 少许盐 少许盐 是 好, 你给我把姜汁酒 玫瑰露酒 和姜汁 没错 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蘸姜汁 是 多一点也不怕 玫瑰露少许盐 好 好 很香 接着放绍酒 没错 其实就差不多了 聞到香味吗 好, 我已经想吃了 把姜汁倒一倒 搞定 炒牛肉了 好, 现在放姜 放姜 对了 好 下姜来开锅 才炒牛肉, 对吗 没错 姜和牛肉都是很配的 因为我们不是走油 所以我们把它放松一点 好 下姜够时间了 现在就放下去了 煎一煎 很香 像煎牛扒那样煎 对了… 煎一煎, 让它有些微焦 是… 不要搅拌得这么紧 是 刚才有味的, 对吧 好, 还是蘸跳酒 好 这个时间我们把鸡蛋放进去 是 可以放进去, 可以不放进去 放进去 好一点 聞到酒香味了 是的 好, 搞定了 是 你这些不放进去 这个放进去 这个是芹菜和红椒 不放进去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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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更漂亮 搞定 其实我们下片堂的秘诀 就是想它的芥兰香和绿 对吗? 没错… 香很多 这些新手妈妈都很容易做 这些压力不能够 是的 而且很送饭 没错 好, 搞定 姜汁酒, 芥兰牛 好,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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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